为什么选择美国的人寿保险? 美国人寿保险的好处 第一,美国人寿保险市场成熟 运作极其规范,没有倒闭风险 美国人寿保险业有270多年的历史 经历了诸多历史大事件 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稳定 美国的保险业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双重监管 联邦和州政府拥有各自独立的保险立法权和管理权 这种监管主要是确保保险公司 有财力兑现自己的保险承诺 各州的保险法是规定保险公司的 法定最低资本和盈余标准 当保险公司的资本和盈余 达不到本州规定的最低标准时 监管机构就会进行干预 对不能承受风险的 还有在保险公司来承担 这种双保险机制令人安心 这也是美国保险公司至今没有倒闭的原因之一 此外 还有对市场行为 产品规范 经纪人考核 和客户服务的监管以来 保证价格 产品和交易情况 合理合法公正 另外 1871年就成立的美国保险协会 NAIC 是站在消费者立场来确保保险市场 有一个健康公平的竞争 所以在有理赔争议时 美国人受保险客户 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程度 是远大于中国 第二 美国人受保险的一大好处 是全球保费最低 据统计 美国目前有837家保险公司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使得美国保险的保费 在全世界来看 也是最便宜的 美国的保单保费 是中国大陆的五分之一 中国香港的三分之一 中国台湾的二分之一 保单各项费用透明 由于保费相对于中国的便宜许多 最近几年 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客户增加很多 第三 美国人受保险的另一个好处 是重信誉 理赔简单 美国保险一般合保都比较严格 评估时间稍长 赔付过程简单高效 理赔程序在美国非常简单 只要递交医生或死亡证明 以及理赔申请单 即可申办理赔 美国人受保险是严禁宽出 而其他国家保险是宽禁延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